雷军说小米汽车不可能太便宜 那小米汽车能成功吗 目前有两种主流声音 一种认为小米汽车可能有点悬 因为现在目前中国的新轮车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而雷军也已经明确表示 99,900和14,900交个朋友 那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说它就没有价格优势了 但是你再看一下 目前可能在20万左右的电动车 800伏的平台都有哪些车型 小鹏的G6 刚上市的极客007 还有奇瑞和华为合体的质件S7 这都是800伏平台的一个车型 但是小米汽车的苏7 它低配的车型是400伏的一个平台 高配车型才是一个800伏的平台 更何况雷军队苏7的要求呢 其实挺高的 要求它机械素质和驾驶感受 要媲美保时捷的Takan Turbo 而它的智能化方面 它要媲美特萨拉的Model S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 可能至少得19,900起步了 或者说是24,500起步了 那这个价格去见能选的车型实在是太多了 而小米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超强的供应链能力 带来的极致性价比 如果说它没有价格优势 不能让价格交个朋友的话 那它能一炮而红吗 还有种诚心认为 小米汽车一定能火 就原因是带头人是雷军 它从来没有失败过 雷军把小米从零开始做到世界前 我只用了15年的时间 而它现在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声誉 然后带着3400名工程师 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而奋斗 投入了上百亿的资金 用11千多天 打造了超过100项的世界第一的技术 另外它请来了奔驰的外观设计师 饱满的内饰设计师 你还可以看到它有哪些技术呢 超过27,000转的一个 世界最快转速的一个电机 2.78秒的一个百公里加速 再加上这台车有个全球量产车 最低风阻技术的0.195 还有9100吨的车身 一一体式压住技术 所以说这些技术储备 还是实力非常非常不错的 再加上小米在全国 有那么多上万家的一个 零售商的一个渠道 所以说小米汽车一定会成功 你们更倾向于哪种声音呢 谢谢大家